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再用手拿着耳钉 轻轻地旋转着穿进去 强光下能看到捅过来的耳钉尾巴 最后再看上去皮肤最薄的地方 用力扎一下就会通开的 家中常被酒精或者双氧水通开耳洞后 每天都要清洁消毒 耳钉千万不要摘 只擦耳洞前后缝隙就可以了 耳塞不要带太紧 前后要留点缝隙 透气溢于护理 清洗消毒后 最好涂一点药膏 将药膏涂在耳洞前后的缝隙里 然后把耳钉前后推拉一下 左右转动 保证药水浸到耳洞里去 您知道了吗